Hello大家好,我是纽扣,我现在所在的是南澳大利亚的省会阿德莱德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具有百年历史的一个森丑market 看看疫情之后对这边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 大家可以看到在市场里面,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当地的顾客 全部都是没有佩戴口罩的 但是截止在我发视频的现在,澳大利亚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千人 并且以三天一帆倍的速度在增长 Hi, Map is in Korea. Are you a business influenced by the disease? Yeah, definitely. Yeah. So not plenty of customers here? No. So why you don't wear a mask? We aren't able to locate any. They're all sold out. So here we can't get any. 我准备了一些口罩,准备送给他们 I don't have a bag, but I can put it in here. Yeah, okay. Thank you. No worries. 这个是我们日常在采购的药房 大家可以看到说,现在药房这边设立了一米线 为了确保顾客和顾客之间存在一定的安全距离 因为澳大利亚现在正好是秋天到冬天这个时候 属于是流感季节 我想问一下,在这一周的这个疫苗的情况现在是什么样的 现在疫苗我们是每一年就是 Chemish House我们都有就是注射的嘛 那但是今年的话我们的疫苗已经是完全就是被book out了 我们下个星期一开始打疫苗,一定是五天天天爆满 然后至于下一次什么可能补上货也不是很确定了 好的,谢谢 没事 现在我们又一步到了另外一家药房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的工作人员正在努力清洁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澳大利亚本土非常知名的一个化妆品专柜 这边专门出了一个通知 在疫情期间不再提供任何的试用装 没有任何的使用品可以使用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疾病的传播 这个位置是之前摆放篮子的位置 现在把所有的购物篮已经全部取消 药房这边明确说明他们已经不再出售洗手液 洗手液全部售完 而且这边可以看到他们把用过的笔和没用过的笔是分开摆放的 一旦用过的笔需要进行全部消毒 目前看了一下澳洲的确诊数据已经到了两千多里 比下午来说呢又严重了不少 希望的话华人啊留学生团体 大家可以注意自己的安全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如果一定外出的话呢还是要注意防护